一星期一本书 知乎上有人提问 做一个懂事的女人是怎么样的 看到一条回复说 懂事的女人是不管承受了多大委屈 都会宽容地说无所谓 不管心内有多难过 都会不动声色地说 我很好 不管一个人时有多无助 都会倔强地扬起笑脸 一直以为 做一个懂事的女人 往往就意味着 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 都要自己扛着 无论有多少的辛酸苦楚 都要自己藏着 没有人会照顾你的情绪 也没有人会给你一个 依靠的肩膀 因为你一直都很懂事的 迁就很多人 很多事 当时间久了 大家便理所应当地认为 即使不顾及你的感受 你也不会生气 即使不把你的感情和付出 当回事 你也不会计较 即使面临再多的困难 与是非 你一个人 也能扛过去 仔细想想 无论是对生活 还是感情 越是懂事的女人 很多时候 所承受的痛苦就越多 所付出的真心 也越不被重视 就像有句话说的 懂事的女人 往往活得很累 因为你越懂事 越没有人把你当回事 你越替别人省心 越没有人替你费心 感情里最傻的就是 一次次被伤害 还一次次懂事的原谅 生活中最不值得的就是 尽心尽力地 照顾每个人的感受 却不遗余力地 委屈自己 其实 对于真正关心你 疼爱你的人来说 是不需要你懂事的 也舍不得 让你一个人 承受所有的伤痛 他们会明白你的无助 会陪你一起面对 生活的为难 要知道 许多过得幸福的女人 从来都不是一味地 迁就和懂事 而是在不该懂事的时候 任性一点点 自私一点点 让身边的人明白 你也是会受伤 也同样需要呵护 与安慰 记得 你也许没那么优秀 但始终是这世上 独一无二的 值得被关怀 被宠爱 也有资格去撒娇 去任性 往后余生 愿你做一个 不懂事的女人 同时 也希望有那么一个人 疼你 爱你 免你颠沛流离 护你一世天真 把你宠成 最初的小女孩 好了 这篇文章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收听 你可以懂事 但是一定要记得 首先 爱自己 今天就是这样 晚安 当他哼到多爱的时候 你忘了所有的事业 他扬起爱情胜利的旗帜 你要我选择 继续爱你的方式 你曾经说要保护我 只给我温柔 没挫折 可是现在你总是 对我回避 不再为我有心事 而着急 人说恋爱就像放风车 如果太计较 就有灰痕 只是你们都忘了 都忘了告诉我 放纵的爱 也会让天空 挂满上盘 太委屈 连分手 也是让我最后得到消息 不哭泣 因为我对情 对爱 全都不曾 亏欠你 太委屈 爱着你 却把别人 拥在怀里 不能再这样下去 穿过爱的暴风雨 宁愿清醒 忍痛的放弃你 也不在爱的梦中 你曾经说要保护我 只给我温柔没挫折 可是现在你总是 对我回忆 不再为我有心事 而着急 人说恋爱就像放风车 如果太计较 就有灰痕 只是你们都忘了 告诉我 放纵的爱 也会让天空 挂满上盘 太委屈 也分手也是 让我最后得到消息 不哭泣 因为我对情 对爱全都不曾 亏欠你 太委屈 爱着你 却把别人 拥在怀里 不能再这样下去 穿过爱的暴风雨 宁愿清醒 忍痛的放弃 你太委屈 不哭泣了 也分手 也会让我最后得到消息 不哭泣 不哭泣 因为我对情 对爱全都不曾 亏欠你 太委屈 爱着你 却把别人 拥在怀里 不能再这样下去 穿过爱的暴风雨 宁愿轻轻 忍痛的放弃你 也不在爱的梦中 委屈自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